主料,无盐黄油90克,低筋面粉170克,糖粉40克,蛋煎12克,蛋奶油8克,辅料,盐1克,全蛋液160克,蛋奶油50克,糖粉50克,水21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到2小时,先准备做它皮的材料。 它皮的做法类似于做曲奇饼,在软化的黄油中加入糖色和盐,打法制把白蓬松,分三次加入蛋液和蛋奶油进行搅打,每次加必须搅打到黄油吸收后再加第二次的蛋液等,筛入低筋面粉,并用刮刀半至乌干粉状态,用瘦掠牙爆成团,且不可过多柔制,以免影响松松的口感。 平均分成20等分,我用的一次性碳膜小号那种,脂肪可以做20个,若在夏天制作,需要把面团放入冷藏室净至30分钟再操作。 取一块饼皮面团放在保鲜膜内,改成略比蛋它模具大些的面皮,保感好的饼皮放入它膜内。 先固定底部,再慢慢往边缘接紧,所有它皮装好后,用叉子在底部扎些眼,防止烤的时候鼓起来。 清水中加入了50克糖粉,酵化,加入大奶油,搅均匀,倒入全蛋液,搅拌均匀,集成踏水,将搅拌好的踏水过筛。 上火150度,下火210度月热烤箱,踏水倒入踏皮中,倒溪,八分满即可,我贪多,倒多了些,烤的时候露出来了。 注意倒完踏水,必须马上送入烤箱进行烘烤,上火150度,下火200度,放最底层,烘烤到10分钟的时候注意观察踏水。 若踏水便微微鼓起时,我的14分钟,立即关掉下火,把烤盘转放在中层,用蛋上或150度烘烤,烤到它水凝固即可出炉。 出炉后立即脱抹冷却,烹饪技巧,制作这款蛋炭需要注意两个地方,一太皮不能揉至过度,以免影响松松的口感。 二烤的时候,防止踏水鼓起太高,若鼓得过高,烤好的成品踏水没有那么难滑,方法是,打开炉门降温,约30秒三出炉后,必须马上脱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